正式离队,女排核心二传,意外招财,丁霞遗憾,球迷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我是九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还是烦恼各位球迷朋友能够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排最新情况 在之前作为中国女排来说,我们在试联赛中表现并不是很满意吧 在试联赛中,我们第一轮就输给了一大利率,可以说让很多球迷不能够接受 虽然说,目前来看,中国女排还是处于新楼交替的一个情况 包括我们的几个主力核心,朱婷和张上宁都是无法参业比赛 作为蔡兵来说,也是刚接受球队 但是呢,作为中国女排来说,我们还是有包括林宁和丁霞 这样一些参业奥运会的成员组成 可以看出呢,作为中国女排来说,确实还是在磨合期吧 我们希望呢,随着本次的女排事情在开始 作为蔡兵来说,能够真正的对于中国女排有一个好的调整 就在之前,作为中国女排来说,也是正式的官宣了本次一个集训的大名单 通过本次名单可以看出呢,包括几名核心 朱婷和张上宁都是无缘本次名单 出去他们两个之外呢,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有伤病 所以说可能球迷都是可以理解吧 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还有一名核心球员也是再次的被蔡兵裁掉 是谁呢?就是曾经的世界冠军成员二传手尤迪 作为尤迪来说,这次呢是再次的无缘大名单 让很多球迷非常的不理解吧 因为作为世界冠军,尤迪来说他的能力非常强 而且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帮助球队令完狂澜 在随着丁霞年龄偏大 丢连于表现并不是很满意的情况下 如果争择尤迪的话,对于中国女排来说,确实是一个好的事情 但是呢,蔡兵再次的没有去争择尤迪 在之前也是有媒体曝光了 尤迪呢,也是因为自己的伤命无缘本次名单 可以说作为丁霞来说,也是非常遗憾吧 因为丁霞在之前也是伤命比较严重 本次呢,他要再次的带领中国女排冲击市井赛冠军 如果有敌无缘本次名单的话 作为丁霞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遗憾 当球迷看到本次的打名单之后 作为球迷来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我们还是在二传手的位置上出现很大问题 包括在主攻手的位置上 李云林呢,将会继续的打荡精益 可以说这个组合在之前十年赛表现并不是很满意 不管怎么说,我们希望赛兵能够继续的调整 用好明明球员 争取能够在本次的市井赛中打出后的表现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天球 下期再见